我们AutoCAD可以设定自动储存的时间跟地方 如果你的电脑会发生那种突然当机或是说跳出去 或是说人为种种医术不小心把它关起来等等 如果你想救回档案的话 就说至少能够不用全不用重画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它自动储存的地方可以帮你找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设定的时间在这边 各位如果你想设定的话我们一起来设定 把它自动储存的时间比如设为5分钟好了 5分钟设好以后然后顺便设定储存的地方 5分钟一到它自动把你的档案存到D槽 就是说如果时间到的话就存到你的D槽 再来出问题就到D槽去找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左上的红色的A这样子 好点一下之后 然后呢我们到右下角的选项 选项把它按下去 好然后呢就在这个第三个标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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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标签叫开启余储存啊把它按下去 在这里面你找到底下一个档案安全防务这边哦 自动储存打勾 它本来就打勾了 十分钟是它这个内定的时间 哦如果你打上5的话就代表5分钟存一次的意思 看到了吗 请就把它改成5分钟哦 好了以后啊然后呢再请各位到第一个标签啊档案这边来点一下啊 嗯 我们来设定一下 5分钟到呢它会自动把你的档案存到哪里去呢 各位往下找 会找到一个自动储存档案的位置到快点 看到了吗 自动储存档案的位置哦 你把它点两下 底下呢有没有看到一个位置一个一个王子一个路一个子 地址对不对 这个地方啊太难找了 我建议你就把它存到低槽 所以你把它点到它哦 你先点到它有没有变蓝色的 到右上角按一下浏览 有没有 流浪按下去了吗 OK以后 在里面指定到低槽 挂弧低嘛哦 按确定 哦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是变低了 等一下5分钟一到啊 它就会把你现在的档案啊 自动的储存到低槽 所以如果中间有当机啊干嘛的 找不到原来的档案了 你就要低槽里面去找那个自动储存档 懂意思了吗 它呢 存档的话呢 如果你是在当机的 或是说 不是当机说 跳出去 或等等 你要找回你 你要找回它自动帮你存的那个状态的档案 你就要低槽里面去找 那等一下呢 它如果有自动储存呢 我再给各位看哦 它存起来是什么样子哦 好OK我们按确定 自动储存等案的位置是低槽就对了 我们按确定 好OK 所以呢 稍等一下呢 我们再 如果它有自动储存呢 我会给各位看哦 存在低槽的状态之下是呈现什么样子哦 以上啊 这就是自动储存的时间跟位置的设定 好